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一個功課 我是Thomas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會是 SPY 胎壓錶 一個功課 在介紹胎壓錶之前 都要跟大家說一說 為什麼需要安裝胎壓錶 以及有什麼人需要安裝胎壓錶 其實安裝胎壓錶的原因最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可以減少檢查胎壓的次數 為什麼需要檢查胎壓呢 因為胎壓會直接影響輪胎的找地能力 合適的胎壓是可以令到行車更加安全的 但是平時我們怎樣去檢查胎壓 相信大家很多時候都是說 入油的時候順便打氣 這個時候就檢查胎壓 但是這個方法有幾個風險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有時候油站的打氣設備未必是這麼良好 有機會它不差 還有它用的時間 可能會比其他使用者用了 佔據時間比較長 我們需要排隊去等 就比較費時失事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私家車 小巴 火車 在使用的時候 它有這麼多的輪胎 我們只有兩個輪胎 我們排好樂隊 搞了一下你又忘記了這件事 又忘記了去打這個胎氣 又忘記檢查 第二個原因 雖然安裝胎壓力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即時反映得到輪胎的狀況 譬如說 有時候中了釘 輪胎中了釘 但是你一天不拔那支釘 它只是慢慢地滲漏 它不會一時便扁掉了輪胎 所以你未必會即時知道它中了釘 或者是在流胎氣 有什麼情況有機會發生呢 就是有時候可能收工 駕駛回家裡途中中了釘 但是泡好車的時候 你還未知道它爆胎 然後第二天可能是要上班 或者是重要的約會等等的情況 到你又預了駕駛的時間 這樣就頭痕了 如果安裝了胎壓錶的話 這個情況你會知道 即時中了釘 你可以去補胎 或者第二天早上做點起床 可以減少了風險 第三個需要安裝胎壓錶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用車電方式的胎壓錶 是可以檢查電池的電壓 可以知道電池健不健康 如果是開車不能開 然後你看到主機的電壓顯示是正常的話 有機會是其他問題 但如果你發現主機顯示的電壓是有問題的話 可能省下檢查費 你只需要換了車電 或者自己更換也可以 這個是對於日後的方便 維修和保障自己的 那有什麼人需要安裝呢 其實基於剛剛的原因 無論是新牌還是駕駛很久的 他壓錶其實都幫得到你手 減輕了風險 以及可以幫你省錢 為什麼我們會推薦SPY這個牌子呢 SPY其實我們都已經安裝了很多客戶身上 很多客戶都反映 因為我們現在的主機是在做防水和防塵的設計 不需要另外的家保護套 直接安裝在把手上面 安裝在啡檸檬上面就可以了 他也有一個馬 可以讓你安裝在啡檸檬上面 其次就是它的準確度 準確度 我們另外用儀器去檢查PSI 和SPY 看看標 顯示出來的數值都是一樣的 很準確的 其三就是什麼呢 這個牌子我們現在做的 價格都很優惠 如果需要知道價格的話 隨時Inbox和Whatsapp 我們都可以 今天最主要的三個PSY系列 我們會介紹一下 它有什麼分別呢 它最主要有兩個分別 第一就是 它是內置還是外置 第二就是 它是用車電 還是用充電的方式 如果是外置式 而又是用充電方式的話 就是中間這個 它最主要是寫著DIY 三個字 DIY 即是可以自己安裝 因為很方便的 它只要將感應器 扭到打氣咀 然後上面的主機 固定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Fatling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更多功能 比如說 軚溫 電壓功能的話 我會建議 拿車電和內置式等等 如果拿車電的話 可以自己安裝 但是有一件事需要留意 就是因為 你需要破綫拿時火 才可以做到開車 它才要開主機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自己去每一次 去拔回兒子 去關掉主機 還有 如果自己去駁線 有一件事一定要小心的 就是 那條電源線 這個主機的電源線 要好好固定好 千萬不要碰到發熱的部件 譬如說引擎 寫東西喉 等等 因為那些膠 電線如果接觸到 有機會影響電壓 還有有機會有著火的安全危機 千萬要小心 如果沒有信心 就交給師傅裝 如果是內置式的 那些膠型 會更加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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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內置式 它就要安裝在車輪 裡面 即是輪殼 裡面就是主機 它會相對說 更加準確 以及電池的壽命 會更加長 因為它的電池 會比較大顆 藏在車輪裡面 如果建議最好的話 是懶惰的 想節省一些師傅工資 我選擇這個 這個會比較好 這個是外置式 以及充電 自己可以安裝 但如果想說 多一點功能 甚至內用一點的 內置式 以及駁車電 會比較合適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 開箱這幾個 以及擺出所有部件 給大家看 還有就是怎樣去用 怎樣去設定 今天都會一一告訴大家 待會我們每一部檢查 待會會在片段 會告訴大家 如果是中釘 或者他壓有異常的情況 主機會怎樣顯示 給大家知道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 首先開箱的 會是一個DIY的版本 它是一個外置式 以及充電的形式 這個可以自己安裝 首先是外面的包裝 它分了兩層 第一是外包裝 第二是內部的 這個 裏面的 裏面是裏面 裏面是裏面 裏面裏面 裏面是裏面裏面 這個就是主機 這個就是感應器 這個就是感應器 有兩顆感應器 固定的方式 固定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 車把固定的方式 第二就是 啡檸的固定方式 還有這個充電線 這個就是 用來 更換電池的工具 另外會有一個 還有魔術貼 這個是3M貼 發露電 O-Ring 另外還有 小工具 幫大家安裝 而盒底呢 就會有一個說明書 會介紹如何使用 不過接下來我們都會和大家講一講 究竟如何使用 還有一張貼紙 把貼紙貼回來 把貼紙貼回來 這個就是DIY版本 移過一點 我們再開另一個 這個是內置式 以及用車電的版本來的 外觀包裝差不多 是少了DIY幾多字 打開後 你都會看到 最主要是 它的感應器已經有分別了 我待會再給大家看看 其次主機 它多了一條尾 另外 固定方式 車把固定方式 啡檸的固定方式 可以讓你選擇 看不看到 另外還有一個電源線 駁回時火 一開車就能夠開 另外有些小工具幫手 一樣 貼紙和說明書 在盒底上 貼紙和說明書 我們看看 究竟主機的分別是怎樣 你看到它有零角 這個就是用車電的版本 這個就是 充電式的版本 這個就要自己充電的 這個 拿車電的版本 它會多一個電壓錶的功能 還有 因為它是 內置式的關係 它內置式的話 就會 這個感應器內置式 電池的壽命會更加長 是達到四年 還有如果是日常使用上 這個安全性會比較好 因為 這個位置 手指這個位置 它就是藏在車輪裡面 在輪胎裡面 它那個 輪胎 和氣壓 就會更加 直接和準確一點 還有就是 如果你打氣的時候 好像 平時 一般的車 你只需要扭開 這個輪胎 就可以打氣了 但如果是外置式的話 就要小心留意一下 因為它整個感應器 就是在 車身外面的範圍 記得打氣的時候 好好保持 不要禮手 扔掉它 或者不小心 不見了 因為不見了 就損失了功能 還有 拍車的時候 也要小心一點 拍一些安全的地方 派人會拿走它 另外 安裝上面 這個位置 可以省下師傅的裝工費用 這個位置 要有裝拆胎 和駁線的費用 究竟怎樣做一個設定呢 我這裡有一個 事先準備好的駁線 的一個主機 我們怎樣可以去做一個 檢測器 剛剛到手 其實兩個按的方式 都差不多 只要 按緊下面這兩顆鍵 你會看到 它屬於前輪的數字 會不停地斬動 扭了那顆檢測之後 按緊 右邊這顆 輕輕按一下 如果檢測到 它會啵一聲 然後 成功了之後 按左邊這顆 一下 就會轉到後輪 同樣 扭了進去 之後再按一下 便會啵一聲 感受到 回復正常之後 按右邊這顆 就會顯示一個態溫度 但因為現在還未連接 未能顯示到 稍後 那部車會顯示PSI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 會顯示得出 如果中釘 它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給大家 現在先教大家設定 而如果按左邊這顆 會怎樣呢 就會顯示電壓 這是駁線版本 電壓現在是12.6 不是屬於 車的正常電壓 因為現在這塊 純粹是拆出來 示範給大家看的電池 只是按一下 按一下 回復這個時間 時間 時間怎樣設定 上面有兩顆按鈕 Hour和mini 按住Hour 或Mini 3秒 按住Hour 3秒 你會見到 屬於Hour的數字 會在斬動 按一下 它就會往上跳一下 如果你確定這個鐘數 按住它 跟Mini那邊一樣 都是這樣做的 有關它壓的展示 稍後會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它 它有變動的話 甚至會瞬間下降的話 它就會響 還有會亮燈 那好了 暫時開箱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片段 就是告訴大家 怎樣去 實際情況的應用 究竟如何顯示它壓 Hello 大家好 我們剛剛已經將SPY外置式它壓錶 裝在這個車的頭輪和尾輪上面 你看到它壓錶上面 現在顯示了頭輪是30 尾輪是33 我們現在示範一次 如果頭輪遇到一個異常的氣壓情況 究竟它壓錶會怎樣顯示 讓我們知道 現時我們是 將這個外置式它壓錶 輕輕扭開一點 你會見到 它的PSI在下跌 遍到這個 它的壓錶會很靈敏 而它壓電影帽門 就會開始閃動 和響隔的裝置 開始不停響 告訴大家 頭輪已經中釘了 或者它的PSI有變動 刚刚看过片段都会知道如果气压有个变动的话 就算只是跌一两个psi的话 那个胎压标都会响 但如果有时我们是关掉了时 第二天或者是重新变动的时候 那个胎压有变动的话 那它什么时候会响呢? 有一个上压和下压可以设定 上压和下压如何设定呢? 只要按住正方形的一粒 即是右手边的一粒 按住三秒便会设定前轮 按住六秒便会设定后轮 按住之后 只要再按下 按下正方形的一粒 它便会设定一个十位数 那你用这个播放一粒 即是左手边的一粒 三个人就可以设定这个数字 那你确定 按下正方形的一粒 便会设定个位数 也会用这个三个人键 调整 那你设定完这个 就设定完 就设定下压 下压的话 就一样的做法 按下正方形的一粒 设定十位数 用三个人键设定数字 再按多一下切换个位数 再按多一下切换个位数 设定完这个 就设定了台温 台温都一样的 如果台温高过这个设定的数字的话 它又会响的 它也会做一个提醒的 设定的方式都一样 按下正方形 设定十位数 用三个人键调整数字 再按多一下 设定个位数 好了 一切都设定完了 那你又可以设定到厚轮 厚轮的话 就按十六秒 那就可以做一个调整 上压下压 这样的 如果一切都设定好 按十六秒 整方形 回到主画面